文约小强 速读援助 卡塞尔学院里战况焦灼 教堂飞墟的阳台上昂热校长将冥菲带至此处 并将一把装有炼金弹头的狙击枪交给他 随后昂热奔向了对面的英灵殿 在那塔尖椎上一个耀眼的人影正在傲视整措校园 那是被弗里加子弹逼得无路可退的康斯坦丁 就在康斯坦丁发现草坪上逃跑的老堂时 开启炎灵永恒的昂热校长迅速登至垫顶 并用折刀斩去了那龙肋的双臂 使其无法遮挡自己的命门 决见他的额头上皮肤裂开 赫然站出第三只眼 电光火时间陆明飞已瞄准了这出要害 可就在他扣动奔机的一瞬 那个泳池边似曾相识的孩子模样 使他心生不忍 故意偏离一丝准心将子弹射出 然而这一枪也足够威力 在龙眼爆出的血光中 失去炎灵之力的龙肋 嘶吼咆哮着张开魔翼 飞离屋顶 直向着狂奔的老堂扑具 更换实弹 随着校长的一声令下 无数枪口对准了落地的龙肋 也对准了他身前的老堂 转瞬间 撞针激发敌火 数百发无情的子弹 破坏而出 此时的老堂 摊坐草坪 惊恐地看着 他眼前是这样的景象 那龙肋张开了双翼 像是张开巨大的屏障 惹上千发石弹 动穿身体 他只是窥然不动 死死地守护着老堂 龙肋的身体 破损得像是一具 被顶上十字架的小尸 身上遍布透明的弹口 张开的魔力上 骨骼关节碎成粉末 将一片片掉落 他死了 青铜与火之王坐上 双生子中的弟弟 康斯坦丁死了 甚至在临终前 都来不及叫一声 哥哥 老堂逃出的校园 在盘山路上狂奔着 仿佛有什么东西 仍在追赶 是的 那追着他来的是记忆 现在他知道自己是谁了 原来这两千年里 无论沉睡或者醒来 你只是想来找我 可你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忘了你的样子 等我记起了你的样子 你已经死了 炙烈的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 升入夜空 在高空中 火焰爆开 仿佛有风翼 在那里展开 龙王诺顿 完全复活 远处 天空亮起的龙骨石子 映入了一对老友的眼帘 那是副校长 老牛仔 Leonardo 和正在吐鲁新生的校长 昂尔 随着康斯坦丁被斩杀 校长的屠龙计划 已拉开序幕 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龙王诺顿 为此 昂尔校长 拨通了学生会主席凯撒的电话 在满屏都是误以为 行政凯撒 送出了昨夜烟花的新闻报道中 明飞还看到了凯撒手持双枪 大战陌生入侵者的配头照片 这时 照片里 主席大人派来的使者 正站在宿舍门前 邀请衰载鹿 去参加学生会负责的屠龙任务 对 就是到舍了一对人马的三峡 去斩杀龙王诺顿 面对这个任务 我们的明飞 其实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她是那种 看到自己穿上作战服 带入的都是凌估力形象的怂货 是一个除了星际争霸之外 周一看龙主修 周二看高达 周三看死神 周四看隐魂 周五看龙族的死宅 可是 当这个怂货至身安怕管 面对凯撒口中 为何不退学的逼问时 当她面对那张 写有自己名字的学生会成员黑卡时 她心里也燃起了一丝燥热 而当这个死宅 面对身边懦懦的打趣 听着她许诺 放心 你是我的小弟 我会照你的 她觉得 至少还有个姑娘 愿意理解我 心疼我 虽然 那姑娘连自己的眼龄是什么 都不知道 虽然 她是老大的女人 就这样 在当晚的宿舍里 经过了粉狗师兄 假意讹诈 实则鼓励的信用卡 移交闹剧之后 陆明飞将奔赴三侠 直灭龙王诺顿 长江三侠 古时奎门 江心周上 一条巨龙破水而出 仿佛等待了千年 那是龙氏参松 在这被孵化完成的人形龙王老唐 参孙发出一声悲伤的怒吼 随即潜入水中 江面的另一端 青铜计划的全员 以整装待发 船长曼什坦因教授 刚刚接到了校长 开始行动的指令 并宣布着行动计划 由水下组 以炸弹将龙王引出 再由摩尼亚赫号上的成员 用仅有一发的炼金弹头 风暴于雷 将其射杀 水下组共有两个 凯撒与灵 作为A组 冥菲与诺诺 作为后辈组 结果因为灵来了大姨妈 A组不能下水 所以满以为 来看一场精彩表演 就可以打到回府的冥菲 还是要搭档诺诺 执行这项使命 现在他们就要下水了 穿过一条水下缝隙 冥菲以自己高纯度的龙血 开启了人脸状活灵大门 冥菲两人潜入青铜城内部 经历了当年夜圣与雅记 近乎相同的波折之后 两人来至龙王寝宫 并布置好炸弹 准备撤离 可此时 诺诺意外发现 不过是普通灯盏 这说明 不久前 刚刚有人来过此地 为这盏灯添油 就在这一惊人发现的同时 整个龙幕开始移动 就如同当初 夺去夜圣雅记性命时营丫 九死一生的水下逃亡途中 冥菲征用了曼师坦因的 炎灵石 与流鼠窍原的风格尔取得联系 在师兄的帮助下 冥菲两人在水下找寻着生路 而此刻的江面上 因为征用炎灵之力 曼师坦因教授 已变得无比虚弱 鱼雷攻击龙王 但新船长马上就遭到了下马威 一声闷响 船身猛震 一颗尖毛式的黑刺 自下而上 洞穿船身 鱼雷弹头被毁 顶堪漏水 后仓起火 摩尼亚克号遭遇水下攻击 声纳被人为破坏 因此没有发出任何预警 而那破坏声纳之人 此刻已于船身上逾越入水 凯撒认得出 那是龙王诺顿 他即将以海天为幕 被这一船带载观众 上演一出神迹 那是人形诺顿 与龙氏残孙的龙王融合 望远镜的视野里 一个庞然大物正浮出水面 向着天空长思 那个龙形在水上舒展 如同古人刻在岩壁上的图腾 明亮的人形 骑上龙颈 在一火焰双手烧毁龙脑之后 龙王诺顿 踏入了龙氏空空如也的脑炉 剧烈的光 从他的全身向着龙去流动 火柱射空而起 在他嘶哑的好声中 巨龙熄灭的瞳孔里 火焰燃烧 吼声高涨的龙王 再次张开了双翼 他们融合了 龙王诺顿 缠继千年之后 再次以君王的姿态 凌驾示尽 真是让人悲伤的献祭啊 两公里以外的江心周上 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九德麻衣 放下了望远镜 并拿出了一枚暗红色的炼金子弹 水面上 是龙王与参孙 在烈焰中融合 水底下 则是诺诺与明飞 在激流中挣扎 水下迷宫中 寻路脱身的两人 路过了又一个活灵关口 在那活灵锋利的青铜指缝金 他们发现了 已是一具骷髅的叶圣 原来当初为了开启活灵之门 叶圣献出了全部的血液 并把氧气留给雅剂 使他有机会将骨质瓶送到水面 在感叹着叶圣无私壮举的同时 陆诺两人还在叶圣背上 取下了一个匣子 其中所装的 正是当年青铜龙王 亲自打造的屠龙宝剑 其宗最 当然水中的两人 此刻尚未打开匣子查验 因为伴随着诺马 紧急的催促声传入耳机 明飞才注意到 在两人上方 巨大的青铜壁 正无声地压下来 在接下来紧迫的逃亡途中 明飞才感觉到 诺诺那句 我照着你的承诺 是多么沉重 当明飞挤不出一滴血来 开启活灵之门时 诺诺 以其单薄的肢体 撑住巨石 为明飞争取宝贵的时间 这一刻 那巨石多沉重 她的承诺就有多重 当明飞 为挤血胳膊潜水服 导致氧气酸涩 几乎昏迷的时候 诺诺将自己的潜水服 换给了陆明飞 这一刻 那呼吸多沉重 她的承诺就有多重 当两人终于要临近江面 递达潜水中时 刚刚进入舱内的明飞 只听到身后 砰的一声 诺诺的舱外 关上了舱门 随即 一颗黑色利刃般的龙尾 直接刺穿了诺诺的胸膛 是的 那刚刚在水面 与凯撒的轮机站 被失去弹头的鱼雷 击中而沉入水中的龙王 不知何时 已尾随了两人 诺诺觉察到危险临近 为保护明飞 她滚闭了舱门 没有弗里加子弹 不是自由一日 诺诺就要死了 因为她把生的希望 留给了明飞 这一刻 生命多沉重 她的承诺就有多重 不要死 隔着潜水中的铜站 明飞看到雪雾 从诺诺的胸前涌出 染红了海水 她愤怒着 拍打着 嘶吼着 看着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 慢慢死去 可她什么都做不了 废差就是什么都做不了 在水下八十米深的地方 陆明飞被孤独包围 泪水滑过脸旁的她 感到全身的血液 放入冰冻 一瞬间 她的脑中一片困惑 梦境般的星空之下 是漆黑又平静的海面 陆明飞 从一条小船的甲板上醒来 她的对面是黄金铜男孩 陆明泽 其实 明飞也不过是个男孩而已 一个在火星上 别人家花埔里 种出唯一一朵花的男孩而已 现在 为了守护这只花 她与魔鬼签订了契约 未来 她可以四次召唤陆明泽 以获得非凡的能力 而每一次的代价 就是要付出四分之一的生命 比如现在 为了诺诺的复活 就是第一次交易 在外赋予了一系列 开挂般的能力之后 陆明飞回到现实中的水底 她将已然复活 但仍旧昏迷的诺诺 拴在了潜水中的绳索上 随后 死命地拉动了绳索 而水面上 发射鱼雷的爆合中 身负重伤的凯萨和灵 没有放弃队友 他们死死地抓着潜水中的绳索 当感知到另一端的拖动时 他们拼尽全力 将诺诺拉上水面 而留在水下的陆明飞 则抽出了其中最理 唯一能拿动的一把贪婪 迎接以龙王的最终决斗 她当然战胜了龙王 可是丝毫也没有胜利的喜悦 当明飞手持利刃 正面刺入诺顿的躯体时 她面前的不是恶龙 而是老唐 那个她唯一算得上朋友的老唐 被自己的刀锋生生刺穿 明飞那样的痛苦着 分裂着 纠结着 活成一个普通人的愿望 很奢侈嘛 想做个摔仔打打游戏 逗逗堂地 庸庸碌碌地过完这一生 都不行吗 我已经承认自己很摔了 好吗 很可怜 不想要任何光环的明飞 却是命定的主持 此刻 斩杀龙王的明飞 即将重返水面 浮在冰冷江面的船帮处 看着凯撒把苏醒的诺诺拥在怀底 享受众人崇敬与祝福的掌声 没人注意到她 除了远处江星洲上的一道目光 那是最终结果了龙王诺顿的人 九德玛依 虽然被风暴雨雷正面击中 又深重贪婪的刺伤 但龙王的生命力仍然顽强 按照老板的指示 龙王诺顿死 而陆明飞必须活着 九德玛依扣动了扳机 那颗装有炼金弹头的子弹 破膛而出 最终击杀了龙王诺顿 大战落幕重返校园 明飞获得了满分实习课成绩 收到了妈妈的来信 也在校长口中了解了 有关老唐从古至今的龙王重生历程 回到宿舍后 她迎来了新联剧 诺诺与苏倩 而最值得一提的 则是她收到的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只iPhone手机 那是小魔鬼陆明泽 寄给她的通讯工具 开机短信中 依然推销着免费的后续服务 当然免费是为了她的下一个 四分之一的生命 至此 龙族一的故事告一段落 尽管付出了明飞四分之一的生命代价 但我们还是庆庆于 诺诺总算活了下来 感念于男大手下留情 不过我们都错了 龙一暂且放过女主 就像明泽头下的免费幼儿一样 此番不死 是为了后面死得更加凄惨 那是唯一让楚子航为之心动 却又不得不亲手斩杀的夏弥 那惨烈 源自唯一令明飞 愿意为其与全世界为敌 却连付出生命 也无法挽回的 惠离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